花蓮县议会保安小组24号考察行程 一连走访了花蓮警分局、花蓮消防分队 以及台湾水泥和平场 除了是了解相关业务推展情形 也进行意见交流 期待花蓮县在方方面面都能朝向更好的目标发展 花蓮县议会保安小组一行人 包括召集人杨华美、第二召集人林玉芬 及委员吴东升、傅国渊等多位议员 在24号特别进行考察行程 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前往花蓮警分局 除了听取单位的业务简报 也针对防诈、市区交通及业务宣导等多个议题 进行意见交流 那最近因为有许多的花蓮乡亲 被诈骗集团来欺骗 然后以致钱财的损失 那花蓮分局也提出相当非常好的一些防诈骗方法 那有效的也防堵了非常多的案件 成功在今年已经有防止好几千万 落入这个诈骗集团 那我们花蓮县议会要由我来做一个专案 也在这几天会来召开 针对花蓮市、旗楼是否可以停车 我们在这个全国交通法则 九十之三条增设旗楼可以来划设停车格 让我们的花蓮乡亲可以来在旗楼做停车用 而第二站是接着前往位在于国防街21项的 花蓮消防分队 这看似酷炫的建筑外观 其实都暗藏着别具巧思的训练用途 而保安小组也相当关切 花蓮县的工厂安全及防灾宣导等议题 在这个考察的当中也提醒 消防局要对于地震的部分 要加强地震防灾的训练规划 那因为花蓮是一个断层带多 然后地震多的城市 那所以就建议消防局要在地震防灾的教育 宣导的部分要开始展开规划 那另外也对于公园防灾的这个空间的盘点 然后要提出来 因为灾害如果来临的时候 哪里可以作为防灾避难的区域 那这个部分也请消防局要提出 保安小组一行人 最后是前往了台湾水泥河平场 除了巡视垃圾气化炉的运作情形 也针对机具的运转量能 及未来能够服务的对象进行讨论 它到底它能够焚烧多少顿 目前是说上限是200顿 那最少135顿 那核算一下我们每一个乡镇的一个垃圾 算起来我们的目前垃圾的量 还能够来这边来焚烧 让我们的垃圾能够来焚化 当然我们是希望 它能够收我们一般居家的垃圾之外 能够也能够帮我们花蓮地区的 四月的废弃物 也能够帮忙来燃烧焚化 那解决我们事业废物的一个垃圾 最近大家知道的 我们南投县政府为了在这个时间 为了处理垃圾的问题 相当的烧脑筋 他们还要将原本的垃圾分类 筛选之后做成SRF 然后还要到寻求去化的地方 那这一些台泥公司都帮花蓮县政府做到了 也解决花蓮市的环保问题 花蓮县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但是未来也希望说 我们的台泥公司能够将花蓮饭店业者 透过专案再利用的方式来解决饭店业者 这些垃圾的困扰之处 县议会保安小组考察行程满满满 除了要了解相关业务的推展情形 也跟各单位进行意见交流 期待花蓮县在方方面面 都能朝向更好的目标发展 记者 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